大家好,当我们的夏佐兰已经花苞挂满鸡头,必须要给它进行一个动作,才能让夏佐兰顺利的开花,花色更艳。 不然的话,还没等到开放这些花苞,就绿绿绿绿就出现了掉包的现象。 那么这个动作是什么呢?就是给它进行疏累。 像这个叶片上的花苞有五个,有大的,有小的,会消耗大量的养分。 如果整个枝头的养分供给不足的话,导致这些花苞会争夺养分。 那么这些花苞就会逐渐的掉落,我们把瘦肉的花苞给它摘掉,这样就会减少养分消耗,让这些庞大的花苞顺利的开花。 这样子一个枝头只能给它留两个花苞就可以了,像这种留出两个比较强壮一点的。 当我们给它进行疏累完之后,就要给它补肥,才能满足生长需求。 因为整个植株上都是花苞,消耗的养分量特别大。 那么我们给它施肥的话,就要以磷甲肥为主,才能让花苞养分充足顺利开花。 像我们家的开花植物给它使用的磷岩素呢,都是给它埋上这种长效有机磷肥。 将它埋到盆土里,那么这根式失收的快,供质的养分充足了,才会输送到顶端这些叶片,供质到这些花苞里生长。 两个叶给它买一次即可。 当然如果有这种磷酸二氢甲的,我们就可以给它使用磷酸二氢甲。 喷湿叶面或者是交换也是可以的。 好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